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聊过,四年多之前,特朗普为什么可以横空出世,以黑天鹅之姿当选了美国总统。 很多人都感觉到这简直是个笑话,但是如果我们对美国社会做深入思考的话,就会发现特朗普的当选他绝对不是偶然的。 他既有很多经济因素,也有很多社会因素。 经济因素我们以前跟大家聊过,那就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,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少,美国底层白人的收入锐减,很多美国人觉得日子大不如前了。 所以当特朗普出来振臂一挥的时候,他们似乎找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,听听特朗普的口号,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。 是的,过往二十年,不但美国不伟大了,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悲催了。 不光是经济因素,还有社会文化因素。 今天美国很多底层白人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? 就是对很多白左的政策是敢怒不敢言的。 美国有很多高层白人在掌握了国家话语权之后啊,他们觉得我们应当关注这个弱势群体。 比如说应当关注黑人,然后黑人遭遇到了几百年的种族歧视,所以要给黑人机会。 同时呢,要更加宽容的对待那些性取向和我们不同的人。 因此,他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优待LGBT群体的政策。 但是,有些政策说实话真有点矫枉过正了。 以至于啊,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,在他们普通的社会生活中,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呢,就是注意你的言行。 千万别让人觉得你在歧视某些弱势群体。 你讲话都得非常小心啊,咱都甭说你不能歧视这个黑人和LGBT群体啊,你连形容一个人胖,那都不能这么讲。 任何时候,你如果哪怕只是出于好心说,哎呀,你别吃太多垃圾食品了啊,那样会发胖。 对方都有可能觉得你在歧视他。 所以啊,在美国生活,这个政治正确简直是最重要的。 但是,有很多底层白人是越来越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。 所以他们看着特朗普在电视上哗哗气谈,感觉到他说出了我想说,但是我不敢说的话。 咱们这么讲吧,特朗普有很多这个语言政策是很夸张的。 但是反过来讲,美国白左在很多政策上是不是太矫枉过正了呢? 以至于走到了事情的反面上呢? 比如说,以前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例子啊,大概是两三年前,疫情之前吧。 有个中国高中毕业的女孩呢,考上了美国的一个知名大学。 父母跟着她一块来到了美国,兴高采烈的被人引领着来到了自己的宿舍。 美国大学这个宿舍条件比咱们中国好啊。 中国很多大学呢,都是四个人,六个人住一间房子上下铺。 美国呢,基本是两个人一间房子。 中国女孩还特别期盼说,我这个室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未来几年我能不能跟他处得很好呢? 结果进到房间之后,大惊失策。 他的室友,竟然是一个身高接近两米五大三粗的美国白人男孩。 女孩家长当时都惊了,是不是这个排宿舍的老师这个安排错了呢? 怎么把一男一女排在一个宿舍中了呢? 经过询问之后,人家跟他讲,没有错,完全没有错。 因为这个看似五大三粗身高两米的白人男孩,有着浓厚的胡子和大大的猴结,但是他是一个女性。 虽然他还没有做任何变性手术,虽然他的身份证上还写着他是一个男性, 但是由于他自我性别认同是女性,我们就应当把他当作女性来对待。 因此呢,我们就把他跟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分到了一个宿舍之中。 当然,在这个中国女孩家长的强烈要求之下,他们俩没有被安排在一个宿舍里。 您觉得这种事是天方夜谭吗? 不,这在过去几年的美国是司空见惯的景象。 什么叫我姓由我不由天啊? 就是说一个人,不管他的生理特征是男性还是女性, 也不管他的身份证明上写的他是男性还是女性, 只要他认为他是男性,他就是男性。 只要他认为他是女性,他就是女性。 因为人家美国白作很人道啊, 人家认为性别这是自我认同的问题, 而不能受任何外在检测手段啊,生理特征的影响。 哪怕这个人,他的所有生理特征都表明他是个男性, 经过严格的医学检测他也是个男性, 但是只要他的心理认为他是女性, 那对不起,你就必须把他当作女性来对待。 要不然你会引起他的心理疾病啊, 你这对他来讲太不公平了。 可是反过来讲, 让我们看着一个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自称自己是个女性, 其他人心理难道就健康了吗?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就公平了吗? 甚至美国联邦政府专门下文要求所有联邦拨款的学校啊, 你都必须做到一点。 什么呢? 在你学校辖区之内, 严格贯彻这个我性有我不由天的政策。 任何一个人,甭管他长得像男性还是女性, 只要他认为他是个女性, 他就可以去女厕所, 他就可以去女更衣室, 他就可以使用女浴室。 任何人不能检查人家的身份证件, 不能要求对他进行医学检查, 就得只能让人家自己来判断。 这样的政策是不是过于奇葩了? 这样的政策不会弄出事来吗? 当然会了, 前不久啊,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劳登县的石桥高中,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。 今年5月28日, 当地一个叫史密斯的水管宫的女儿, 在学校女厕所里, 被一个穿着裙子的男生强奸了。 这个男生当时只有15岁。 这个男生怎么可以进到女厕所中呢? 原因很简单, 美国人民帮政府规定了, 一个男生如果认为自己是女生, 他就可以进到女厕所中。 说实话, 这个男性还很给美国联邦政府面子, 好歹人家还穿个裙子呢。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, 哪怕一个男的他不穿裙子, 他只要认为自己是女性, 他也可以用女厕所。 结果, 这位48岁的水管宫史密斯的女儿, 就在女厕所中被这个男生涉嫌强奸了。 然而, 当愤怒的父亲到学校去讨个说法的时候, 校方的管理人却跟他讲, 没有这回事, 你不要诬蔑这个跨性别者, 我们学校没有这样的强奸案件发生。 甚至很多平权主义者认为啊, 这就是当地的底层白人对于跨性别者的攻击。 因此, 不单这个犯罪嫌疑人没被警方抓起来, 愤怒的父亲反而由于抗争的过于激烈呢, 被当地检察官判处十天监禁。 是的, 今天美国就会发生这样奇葩的案件, 男生可以肆意的进到女厕所中, 发生了这样恶性的案件之后呢, 受害人的家属反而被监禁起来了。 幸亏啊, 经过当地警方两个多月的调查, 他们认定这个15岁的男生, 这个穿着裙子的男生, 真有涉嫌强奸的可能, 所以啊, 把他逮捕并验了DNA。 在检察官等待DNA证据的时候呢, 只能把这个男生从少年拘留所中释放, 因为原因很简单, 咱们也清楚啊, 在美国如果法院还没有把一个人判定有罪, 那你不能长期把他积压。 于是, 这又给了这个男生另外一个机会, 本来排期啊, 10月中下旬要开审这个强奸案了, 结果没想到, 10月6号的时候, 这个男生转校到了另外一个学校, 在那个学校他又强奸了一名女性, 这下当地很多平权主义者不出声了, 他们也知道这个人真的可能是个人渣, 但是反过来想想, 这个人能从容的两次作案, 是不是也跟这个跨性别的优待政策有关呢? 今天在西方世界, 不光这个男生可以去女厕所, 女澡堂子, 女更衣室啊, 甚至在英国, 前两年还爆出一个丑闻来, 说有一个男性囚犯啊, 他跟监狱方讲, 说我的自我性别认同是女性, 结果他就真的被堂而皇之地关到了女奸牢中, 您想想后来这将爆出什么样的丑闻呢? 甚至白左这样极端的政策, 未来反而有可能起到相反的结果, 白左们一开始制定各种各样优待LGBT群体的政策, 主要的目的呢, 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, 因为这个同性恋者呀, 跨性别认同者啊, 他们属于人群中的少数, 他们属于啊, 以往被歧视, 被打压的族群, 所以现在要矫枉过正, 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, 甚至不惜让整个社会背上代价, 甚至于这种对LGBT群体的优待, 都进入到了体育界,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, 有很多跨性别的运动员, 好比说这个男性运动员啊, 他后来自我认知感觉我是个女性, 那么好, 根据奥委会的要求啊, 他如果在此前一段时间做了变性手术, 经过严格的科学认证呢, 他已经有了女性的生理特征, 而且已经相对比较稳定了, 那么允许他作为女性选手, 参加到奥运比赛之中, 这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不公平了, 为什么? 众所周知啊, 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体能,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, 要不然为什么奥运会的很多比赛项目, 要分男女进行啊, 不管是短跑游泳, 还是跳高跳远, 这个男女性的世界记录相差都很远啊, 往往一个普通的男性运动员, 他的成绩如果在女性中排, 那绝对是顶端的, 所以有人就质疑啊, 你这个跨性别者原来是个男子, 他的体力非常棒, 做了变形手术之后, 他当女的去参赛, 那他很有可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啊, 甚至有人说, 这有没有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啊, 就是说, 有些运动员吧, 可能成绩总是上不去, 获得不了世界冠军, 他有没有可能干脆自我阉格, 以便变成个女的, 去拿个世界冠军呢? 我跟大家说啊, 您都多欲了,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发展, 再过几年, 都不需要这么操作了, 为什么? 今天在美国很多国内的体育赛事中啊, 人家的组委会是这么规定的, 任何一个人, 只要你自己认为你是女性, 你就当女性去参赛吧, 你不需要做变形手术, 你不需要拥有女性的生理特征, 你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医学检查, 我性有我不由天吗? 既然一个大老爷们自认我是个女性, 我就可以使用女厕所进女澡堂的洗澡,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作为一个女性运动员参赛呢? 在美国很多国内比赛中, 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, 一个男性运动员没有做任何变形手术, 就是因为他说, 我的自我心理认同是个女性, 他就去参加女子比赛了, 您想想他会获得什么样的成绩, 所以我说啊, 可能假以时日再这么发展下去, 我们不需要考虑道德风险了, 因为对于很多男性运动员而言, 他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和牺牲, 他不需要像东方不败和岳不群那样, 为了追求武术的高峰, 把自我阉割掉, 他只要说一句, 我是女孩就行了, 所以啊, 您想想, 如果很多人都想明白了这层事情, 都用这个问题来投机取巧, 那么以后还有女子比赛吗? 女性也是弱势群体啊, 白左其实也有很多政策, 是要防止女性被歧视的,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, 他们今天对于LGBT群体的优待政策, 会有一天反噬过来, 成为我们阻碍女性进步的手段, 您想想, 任何一个男性运动员, 在参加男子比赛的时候, 此生想取得美国冠军已经不可能了, 可是白左的政策给他指了一条名道, 你只要跟大家讲我是女性, 然后你就可以参加女子比赛, 继而成为一个美国女子冠军, 这个成本有多低, 这个收益有多大呀, 所以啊, 您看美国白左这些政策, 它有多么脑残呢, 它未来将引发的是大量的与社会公平相关的问题呀, 甚至我们还不知道多少罪犯要很好地利用这些政策呀, 赵旅拍案, 本回书着落在此,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